今天這個簡單的教學制 教大家在 Raspberry Pi 的 Raspbian 系統內安裝中文輸入法 而這個安裝方法還是非常簡單 完全不需要打指令 只需要用 mouse 按幾下就可以了 在影片開始之前提醒大家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給我 Like 吧 另外記得分享給你的朋友 再去訂閱我的頻道 方法就非常簡單 按一按左上角的紅莓標誌 再去到 Preferences 這裡 裏面就見到有 Raspberry Pi Configuration 是一些系統設定 進入後就選擇 Localization 再按第一個按鍵 之後就可以選擇它的語言 在 Language 選擇 Chinese 留意要選擇 ZH 就不要選擇廣東話 另外在 Country 選擇自己住的地方 預設會是 China 如果住在香港就選擇香港 住台灣就選擇台灣 最後 Character Set 選擇 UTF-8 原先的 Big Five 其實是一個比較舊的標準 選擇好這三項之後就可以按 OK 按完之後就要稍等一會 之後就會問你 是否要重新 Reboot Raspberry 這樣就先搭住 No 因為還有些步驟要做 之後按下紅莓標誌 選擇 Preferences 裡面就有一個叫 Add Removed Software 在這裡安裝中文輸入法 再在左上角的空格打 Add CIM 這個就是我們用的中文輸入法 打完之後就會搜尋一會 又是內心等候一下 之後就會見到有這個列表出現 上面見到有 Input Method Switch Framework 我們要安裝了它 所以就把它選擇了 再拉下一點就見到 Library for SEIM Platform 亦需要把它選擇了 之後我們還要選擇多兩個 一個叫 Chinese Input Method Data Table for SEIM Platform 而最後一個叫 Smart Common Input Method Platform 最後就按 OK 按鍵就完成了 重新開機後 第一件事你就發現回收桶變成中文字 另外這個主目錄亦都變成中文 除此之外 右上角的一些 icon 裡面 你會見到有一個 Keyboard 那個就是我們的中文輸入法 按進去之後就可以做一些 Setup 選擇自己要的輸入法 現在我就示範一下打中文字 只要按鍵盤上的 Control Guard Space 就可以控制開或關中文輸入法 而裡面的輸入法有很多種選擇 不妨自己進入 Setup 介面 看看自己用什麼輸入法就加進去 我今天的教學就來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給我一個 Like 啦 另外記得分享給你的朋友 再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這樣就不會錯過之後精彩的影片啦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